位于花莲市大宇街与公正街的白年老街 因为地砖止滑系数过低 导致许多的骑士在下雨天行经容易发生摔车的意外 因此就有名义代表协同当地的店家联署澄清 希望能够跑出地砖 并改以力轻扑面增加用路的安全 市长威嘉贤则表示将会争取经费并配合污水的供期 目前会先以机具打磨地砖的方式来执行 让光滑的表面变成粗糙增加防滑系数 希望能够暂时的缓解机车打滑的事故发生 来到公正街口 可以看到许多机车骑士传说在巷弄之间 但是路面所铺设的石材地砖反滑系数过低 只要遇上雨天 市场就会发生骑士摔车的意外 虽然在四年前 施工所曾经以切割地砖的方式来应应 但成效仍然有限 市民代表杨哲峰就协同当地店家联署澄清 希望能抛出地砖并改以力轻扑面来增加用路安全 这边店家民众也有反应说 这边路只要一下雨一定会有人滑倒 像前几天下雨又有五个人滑倒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 那折峰之前跟多福豆花老板黄智掌先生 有一起一起去跟店家一件一件签署连鼠书 让民众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应给政府 让政府知道我们是多么迫切 希望改善这条路面 而这条路面又是多么的危险 市长魏嘉贤表示 由于现阶段污水工程将要进驻公正街 为了避免浪费工奴 因此工所就先要求厂商 以机具把地砖表面打磨成粗糙痕迹 并在现场倒水来测试阻力效果 而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如果成效不错将会以大型机具来实作 105年嘉贤上任市长之后就针对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来做持续的改善 所以做路面的切割 那在前几天的时候也接到杨代表的一个反应 其实这里切割之后效果其实还是有限 那我们也在这段时间也做了止滑贴 那今天是来协调厂商来做一个防滑的一个铺面表面上的改善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希望说能够来防止一些游客 或者是一些机车组骑经这里的时候 因为下雨路滑的关系而造成了受伤 那这个公共工程已经持续了非常久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在加钱的任内 赶快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来做解决 这条百年老街的地砖铺设工程是在八年前施作 原本是想将大宇街与公正街设为人形徒步区 因此铺设的地砖没有考量到止滑细数 而最后徒步区域的计划也因为和当地店家无法取得共事只能作罢 导致汽机车都不受限可以随意进出 市长渭嘉仙表示 公所未来将会是污水工程的骑程来严理改善方案 彻底解决天与路滑骑士摔车的事故 记者 许丽晴 花链市报导